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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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栏目 我们好像觉得这样含蓄一点 保留一些 比如说这边黑棋的薄位 或者是这一代的定性的 但它是 它就直接顶掉了 它的抢先手的意识 很强 但是这里黑棋是没有搬是吧 它觉得可能 前几天有一盘棋 是这里白棋是直接拖现了 顶个A下拖现 对 它这里非常大 实际上还选择搬一下 黑棋就小非手脚了 然后还是一点点 然后还是一点点 然后黑棋靠 对 这也是研究的比较多的一个变化 就靠了加是一个组合圈 通过这几个交换 白棋长 黑棋沾了白棋护管 通过这几个交换 看着黑棋能够把自身走厚一点 但是也是把白棋脚撞得比较厚 白棋选择了很淡定的一站 对 那这里就是白棋如果想防这个 外面被黑棋先打一下 不太舒服 如果要拐出来的话 黑棋眼泪好一点 所以它选择一个这个站住 但不走的话 黑棋搬进去 也是很大的一步棋 对 好像搬完白棋就更走不动了 所以它还是先把自身走厚 那么黑棋通过交换之后 就压过来 对 黑棋的目的也是把白棋的头 就是撇过来 就去形成一个立体的空 但是感觉上这个战斗白棋还是比较有余地的 我觉得 毕竟还是先从这里加过来 嗯 其实要我下的反应 我是觉得那个还是想拆过来 就还是连 连的整体的 可能 虎哥他担心就是白棋取地啊 或者说怎么走 对 点个脚什么的 但是现在就是刚刚这样连片的局面 其实白棋点完脚黑棋整个还是挺大的 还是很大的 对 好像 我觉得电脑可能挺大 他也未必会去点脚 对 有可能还是要从 看他的判断是从里面洗 嗯 嗯 就是这样的话 这手棋本身还是扎实的 是取地的一个下方 对 所以 稍有就是跟整体模样 不是那么相符的一个 对 白棋就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堡垒 对 然后就扎扎实实的 嗯 其实这个跳呢也是往里进 就是 嗯 顺调往黑棋空里面进 对 黑棋主要自己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断点 嗯 实际是冲个点 冲个点 也是比较凶悍的一手 对 一般来讲还是先捕住自身啊 但是他还想先点一下 估计如果 如果他要粘的话 就再回来 我估计他是还是要再继续欺负白棋一下 嗯 追头一下效率 对 就是白棋 结果白棋是爬的 就是爬的 下巴都很强硬 就是完全不顾自身的这种弱点 对 嗯 这样 确实是白棋敞出来之后 再去拖 拖 嗯 就这样是白棋自身安定了 然后黑棋这个地方留下了一点点味道 对 然后头是这样 黑棋等于是强行把这个头给封住进去了 嗯 嗯 但是自身这边就 贴着白棋这个厚的比较近 是 这边可能会比较苦一点 嗯 但白棋现在马上 敲这边 嗯 也是一个有点引针的意思 对 看黑棋怎么走 因为这一跑好像 黑棋的气有点太紧了 对 所以可以看出就是白棋在这一代 当然他不可能就是用这么极端的 嗯 他可能就是对这边不太损的情况下去引针 然后我们看实战就是飞的时候黑棋还是把中间补干净了 中间提掉 嗯 提掉 好是 然后白棋就挤 因为之前黑棋为了静音模样就是这个实地还是有一些损了 所以白棋现在就是在简单的处理 嗯 这一点 嗯 这也是想先手交换一下 对 黑棋是反击 但这个反击其实从后来看成效不是很大 嗯 这个时候不知道黑棋的方向应该在哪 是 不是太好想 可能还是简单 挡住算 挡住的话 这里还是白棋还是有个段 他其实这部棋就是想 想防止这个段 他本来这个拐是要都很想抢的一个 但现在断的话他可以有一个 或许就直接弃掉了吧 加了 加 加的话 我估计他也就可能推过去算 很容易 嗯 就稍微求点便宜就算 嗯 对 实战其实黑棋没有多吃几木棋 嗯 但心情来讲是想反击确实 嗯 在这个读秒的时候 一般来讲 一种感觉吧 可能往往是 嗯 但确实是我们看如果下成这样之后 黑棋本身的木树就比较松 这个两边都很 对 白棋这个硬腿这边是 这边木树损得很多 对 嗯 上面的话其实 随时 一般就回去了 就没有木了 对 白棋现在就很 很舒畅的 把这个头拐过来 嗯 可能还是 也是下得有点不舒服之后 就想反击 但是反击完效果不好 对 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确实 这也是快棋对人 人的一种考验 就是有时候 你觉得 这地方下得有点问题 嗯 可能会有点急躁或者怎么样 对 想弥补回来 但有可能操之过急了 对 而且慢棋的话 你会 你会通过时间思考 你就能够 对 嗯 对 其实下到这儿的时候 就会看到整个 嗯 这个战役黑棋 肯定又是损失比较惨重 对 你看黑棋这里是先动手的 小飞的一个 嗯 算一下总账 对 其实现在黑棋没有什么空 对 那很多个子 很多个子的情况下 嗯 嗯 那个脚也就不到二十木棋 这边也不到十木棋 总共可能不到三十木 对 那就比较少了 白棋 这十几木 这也 白棋的木肯定也有三十多木 嗯 主要白棋 黑棋这样的后势被压到这一线 然后两边 白棋都有硬头的 就硬腿的情况下 这好像就没有什么木了 嗯 对所以下成这样 黑棋这盘棋就非常非常难了 对 所以总的来看就是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是黑棋这手棋也许连片会好处理一点 又或者是 或者他这个地方反正跟自己走的有些重吧 嗯 等于后来 就是前 为了把这个头强行的压住 就 下得比较勉强 嗯 对 对 然后被白棋这个地方可能点的时候有点没有冷静下来 但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太好下 很难走 嗯 对 但好像跳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白棋就很通畅 对 这两个子随便也可以死 黑棋对这块棋也构不成一个特别大的威胁了 嗯 白棋全盘的木主已经非常多了 对 所以这盘棋就是 谷歌在他比较 就是可能也没有完全发挥出他自己对这个模样的掌控能力 我觉得本身还是他很擅长的 本身力量和他的模样和大局的判断是很擅长这样的局面的 但可能是因为快棋往棋的一些限制 可能有一个这个充足的时间去规划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 对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限制吧 这盘棋谷歌就鼓励九段的发挥 嗯 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呢 Master也是再下一程 嗯 我们后面的人类起手要加油 嗯 好 那么这盘棋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然后感谢石哥的精彩解说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嗯 嗯